看看新闻榜 其实从当天的发布会来看 主办方无疑是要捧这位新人导演的 而作为电影《非诚勿扰》系列 还有风声的剪辑师 肖阳也顺理长张地得到了 曾经的老板 导演冯小刚和兼职 陈国富的站台吆喝 但是三人合照的时候 冯小刚始终表情严肃 小刚老师笑一下 到了调侃肖阳 私底下非常不讲述卫生的时候 陈国富在一旁 绘声绘色地描述亲身经历 一边的冯小刚竟反其道而行之 吐出了以下几字 非常好 非常好 最尴尬的要主点评电影的时候 按理说来站台自然得夸两句 陈国富其境一美之词 还把冯小刚一起带上 那天放给小刚导演看完 他是用了一个词 你记不记得 就是你说的 小杨们拍的不经历 还有什么电影 没想到冯小刚丝毫不领情 仍然一本正经 这让陈国富多少感觉 热点贴了冷屁股 但是既然陈国富 把问题抛给了冯小刚 主持人自然得问问 怎么就惊世害俗了 没想到 这几年冯小刚的脾气越来越韧性 感觉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 大概也是因为这样肚子越来越大 不过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表现有点过 接下来的冯小刚尝试认真地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不过你也知道冯小刚一认真起来 就根本停不下来呀 这个电影就是分两类 一类是有话要说 一类是没话找话 那显而易见 这个少年班这部电影 是有话要说的一部电影 终于冯小刚夸了一回少年班 但是随后他又离题万里 吐槽起当下的电影市场 这是在暗指最近张艺谋的长城 汇集了众多超人气偶像吗 对此冯小刚没有明说 不过总感觉他咽不下心里那口气 为此发布会最后 冯小刚留下了一句质地有声的总结 现在海外最糊涂的 在拍着一些糊涂的电影 给一些糊涂的关注的看 其实就像冯小刚导演说的那样 接受访问也就是分两类 一类是有话要说 一类是没话找话 很显然前半段访问 冯导是觉得我没话找点话 那后半段访问 是他真的有话要说 希望大家都听出了 各自理解的意思 啊